岳飞死后金国人为什么不灭了南宋 我们印象里的宋经大战 就是岳飞一个见王美打 然后赵构和一对大臣死别赖脸的不让去 金人那边看见岳飞来了之后就跑 等岳飞一走就齐心协力的抓赵构 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要知道两个国家之间 无论是打还是和 都要看这个国家统治核心的骨干们 他们的利益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北宋的时候大宋的武力值这么低 就是因为大宋的天子和他的大臣们 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 宋朝的皇位是靠着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 那只能靠讨好文人来给自己保护名声了 大臣们呢他需要大搞土地兼命 忙着发财 鬼才会愿意去打仗呢 同理金国那边也是一样 不要以为只有宋朝这边有组合派 金国那边的也有 当时双方之间在朝堂上 对于打和不打这件事 其实争议都很大 咱们先说南宋 宋朝的主战派是以李刚张俊伟代表 岳飞韩世忠这些全是主战派的人物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武力收复失地 最基础的目标 就是把宋金之间的战线 恢复到宋寮的旧界 也就是说要恢复北宋的版图 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 拿下燕云十六周 甚至直接灭了金 那更好 主和派呢是以赵鼎为代表 他呢主张就是宋金 应该尽快的实践和平 宋金的边界呢 可以按照宣和末期 经常出席 宋和金之间第一次交战之后 打下来的那个结果 可以割让太原中山和间三镇 也就是要割让黄河一北 或者呢少割一些地 甚至不割地 只是呢增加碎壁的方式来代替 至于其他的礼节 是称臣也好 是称帝也好 可以商量慢慢讨论 反正就是尽快的实现和平 那大家熟悉的秦桧 这会是在哪的呢 他哪都不是 他是典型的投降派 人家是带着金国人 给的政治任务来的 说完南宋 咱们再看看金国那边哈 金国那边主战派呢 是以金武独为代表 包括完颜宗干等人主张对南宋 应该是尽量的军事征服 起码呢 也要打到割地赔款 称臣拉贡再说 不过宋金呢 从1125年开党 到天圈一和 1138年 前后15年 南宋在南方 基本上已经稳住了阵脚 反倒是金国那边 他的锐气已经没了 士兵他是人 不是机器 打了那么多年 他再不享受就没机会了 所以主战派 其实也不是要灭了南宋 他只是希望借军事的力量 来扩大力 组合派是以完颜昌为代表的几个人 他们呢 其实也不是天生就要组合 只不过呢 他经历过宋朝居民 死守不详的架势 知道想要统一南方 太难了 而且呢 再打下去 那女真人真是要死绝了 你要知道 这会儿离女真人 从大山里走出来 也没过几代 根基都不稳 既然这样 还不如建好就收 你看现在首都都给你打下来了 北方基本上都进兜里了 就凭这些战国 和谈的时候 肯定能狠狠宰你 到这儿 大家总结一下 就会发现 宋金两国内部 对于该如何解决 接下来的问题 是完全不在一条线上的 组合派呢 都觉得对方应该退一步 主战派呢 一个想要灭了对方 一个呢 想趁你病再讹你顿 虽然后来议和规定 金朝归还 河南陕西给南宋 山东河北 河东交给金 看起来呢 好像是皆大欢喜 但是双方对于这个议和 都不满意 金朝那边就觉得 好不容易咽下来的肉 还要吐出去 肯定不行 于是乎 这场短暂的议和 最后只维持了 几个月的和平 没过多久 金朝就撕毁合议 全面南下恭送 宋金的战争再次开打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一会儿 女侦人其实都想议和了 只是主和派提出来的 这个让步呢 太大了 主战派 他只是想要把战果 再扩大一点 说实在的 核心还是利益问题 但是这次南下 金军就惨了 不仅被岳飞打了一顿 而且在黄河一百 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恐怕北方的地也要丢 金军那边呢 也知道再打下去 肯定要完蛋 赵构他也知道 再打下去 搞不好 老爹和哥哥就要回来了 于是宋朝这边呢 撤回了所有的武将 杀害了岳飞 金国那边呢 也是建好旧兽 最后 金朝册封了赵构 大宋一夜之间 变成了藩蜀国 一句陈构言 换来了大宋君臣的安稳享乐 所以说 不是金国不打了 而是当时的情况下 已经不允许双方再打下去了 毕竟金国的底子上 这些地方不消化完 就立刻南下 那估计都熬不到蒙古人出现 金国人自己就完蛋了